那首先第一部分就是 今天的案例分享 那我总共会提出两个案例 那这两个案例就是 都是近期治疗的病患 然后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那第一个案例 她是一个49岁的女生 那她本身是一个乳癌的患者 那她是乳癌第二期 那她诊断乳癌之后 后续当然就是接受 标准的一些手术治疗 还有化疗 还有一些抗赫膜的治疗 那因为这些乳癌患者 他们在这些化疗之后 其实就会 就算她原本还没有跟联系 就是会快速的先跟联系 因为卵巢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化疗 幽默的影响 就提早进入跟联系 那这个患者比较特别是 她是跟她先生一起来就着 那他们两个人就是都有提到 就是说 因为就是进入跟联系的关系 那她太太就是 除了就是说外医这些肝色痛之外 还有她们就是 夫妻同房部分有受到影响 因为其实就是同房之后 因为没有合伙的关系 所以其实跟秘物都会变少 那性行为的话疼痛的部分会 其实就有一点影响到她们的这个性生活部分 那后来就是就建议她 因为其实在这个更年期 她的阴道、肝、色痛这些传统的话 我们还是会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治疗 那主要就是用持激素的软膏 那是主要是涂抹在阴道里面 或是外医 其实是长久 这样子涂是会改善 不过因为她这个病人 她是乳癌病的 所以她是不适合使用这个外来磁激素 所以后来就建议她说 那不然就是使用阴道蕾色看看 然后她这个阴道蕾色不含荷尔蒙 而且也不用太高 就是在门诊就可以进行很方便 那后来她有接受了第一次蕾色之后 她是觉得症状有没有改善 包含这些刺痛 然后干涉的感觉有改善 那性觉的方面是也有改善 那她还没有办法说到 完全恢复之前的状况 不过就是她还算是满意 所以她现在也在进行第二次 和第三次的疗承 那第二个Case 她是一个52岁的女性 那这个Case跟上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她当然她因为是 到了她这个年纪 虽然她还没有停机 不过因为蕾色膜 其实也是慢慢的越来越降 那她主要的症状是漏尿的困扰 那她觉得这个漏尿 其实有点影响到她的生活 包括打喷嚏或笑得很用力的时候 会漏尿 那因为这样她就要常常电护电 那电护电的话下面又会满闷热 所以又会可能又会常常诱发一些 阴道的感染这样子 那后来她决定说 那因为我们最近进了这个机器 那所以就是如果适当的Case 的话我们其实也会跟病人 告知她有这样的治疗方式 那这个病人她就是愿意尝试 看看这个阴道雷射 那阴道雷射 她因为她可以到我们的阴道上皮 这边会新生一些胶原蛋白 痰力纤维 所以其实阴道的上皮这边会增厚 那增厚之后 进而会让就是就是 旁东是在阴道前面 那所以说 之所以会漏尿 是因为这边的一些肌肉啊 还有一些刃 那个刃带可能都比较松弛 那因为虽然我们肌肉跟刃带 没有办法靠雷射重建 不过因为这边的阴道上皮 变得比较强刃之后 其实是会改善这种轻微的漏尿 那这个这个Case的话 她只打一次 目前打一次 应该是上个月 那她后来有回馈我们说 她其实打一次就觉得有改善 所以她也愿意要再来进行后续的治疗 那至于到底要打几次 就是待会会再跟大家介绍 那阴道雷射主要治疗对象 就不外乎刚刚讲的那个Case 其实就是主要的大宗 包含就是更免祈祷这些生殖面药症候群 那这个更免祈生殖面药症候群 待会会比较详细的提到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有点 像是一个垃圾桶 就是只要这个年龄 然后有这种跟阴道还有面药道 这些不舒服的状况 都可以下这个诊断 然后另外就是应力性尿湿劲 那应力性尿湿劲的话 是因为骨盆底的松弛 然后导致说在比较用力的时候 咳嗽打风气 会有漏症的情况 这个其实是比较常出现在女性 然后相对的话 男性的化妆很老的就是会有 所谓的社物腺肥大 就是两个有点不一样 一个是漏症 那社物腺肥大肠是尿不足的 那这样的病人是比较常出现在女性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反复阴道感染 其实在打雷射生活也会有改善 首先是讲一下什么是跟年期 生殖泥尿症候群 那这个也是我们阴道雷射主要 希望要治疗的对象 那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女生 圈拔了荷尔蒙之后 导致生殖泥尿道变化 那包含就是在膀胱 还有尿道阴道这些部分 因为细胞开始稳缩变薄 然后骨盆底的支撑比较差 然后胶原蛋白流失 然后肌肉也变得比较没有力气 导致了一些一系列的一些症状 那他的症状的话 包含就是生殖系统 跟泌尿系统的症状 那生殖系统我们主要就是 阴道干涉灼热 然后因为这个关系进而导致 性行为的时候 因为分泌有比较少 那也会使用性行为疼痛的状况 然后第二个就是泌尿系统的症状 包含就是各种 包含贫尿啊 或是有些人不是贫尿 是排尿困难 或反复泌尿道排来这一类的 那其实这样的发生率 其实是蛮高的 然后有根据就是各种统计 当然就是它是一个范围 大概就是40%到80%都有人提到 也就是说他的比例其实是蛮高 那平均大概就是10个女生有6个 会有这些科典延期的生殖泌尿的症状 那这个是我们左边是生育年龄的女性的 生殖器官包含卵巢子宫阴道 那他因为是有荷膜关系 所以呢在我们阴道里面 因为血管的动因会比较丰富 相较于婷婷之后 那所以他的这个阴道上皮的细胞也会比较厚 然后也会比较有弹性 也会分泌比较多的这些润滑的液体 那相较于婚年期 子宫因为胎卵巢 已经没有在分泌喝酒 所以呢他的整个生殖器官也在相对萎缩 包含子宫其实也会变小 那在阴道的部分也是因为血管变比较少 然后血液血流流过去的其实也都变少 那阴道上皮就会变薄 会失去弹性然后会比较干 长度也会甚至会缩短 如果没有长长那个性行人的话 甚至会很明显高的缩短 我们妇产科医生在做抹病的时候 其实就胸肉眼就可以看出来 那刚刚这个事实是重复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尿道 膀胱尿道然后子宫阴道 这边是都在一个很近的地方 那因为没有荷尔蒙的关系就导致 这一些器官呢会延伸出一些不适的症状 那当然这都不是什么大的疾病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个就是 你的人生的长短啊 不过因为就是现在人都活得很长 所以其实这种不舒服是每天发生 就是这些这些女生的话 他如果真的不舒服这些症状 是让他每天都觉得很困扰 所以说虽然他不是什么一个 严重会影响生命的疾病 不过其实也是影响他的 每天的日常生活 所以如果可以改善的话 其实是会对于整个人生会后半场 会过得比较开心 那至于这样的女生到底会不会去救者 那这是根据美国他们医学院的统计 就是说因为这个其实不是 就像刚刚讲他不是一个疾病 所以其实会去主动找医生 提供帮忙其实反而是一个还满低的比例 那有统计大概可能只有经过一些问卷调查 可能就只有20-25%的这样的人会去可能去寻求帮助 那所以是满低就是等于所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在忍耐 那他发生的时间点的话 有4%是在平筋的那时候 那接下来就是平筋越久 他可能就是出现症状的人的比例就会越多 那在这个阴道 因为如果缺乏荷尔蒙 会有些特殊的变化 包含就是说这个pH值的部分 因为在有荷蒙女生 他的那个阴道里面 他主要的那个菌的话 好菌的话是乳酸反菌 其实跟我们的肠道也有点像 但是因为就是没有荷蒙之后 我们的阴道路的菌虫就会开始改变 因为那整个微环境是不太一样 那pH值会有上升的现象 那pH值上升也进而就是会让说 我们这个阴道里面的好菌粉 反而就是开始流失 然后变成是一些 有可能是一些致病性的细菌 这样子 以上就是关于分年期的这个 升值泌尿症候群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 硬力性尿失禁 那常常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分年期的升值尿的症候群 分的硬力性尿失禁 其实他们有时候都是一起发生 其实就是多少少这些人都还是会说 其实我也是有漏尿 只是说每个在意的部分是不一样 那这样子硬力性尿失禁呢 就是因为我们膀胱 膀胱下面这个尿要出来的地方 就是所谓尿道 那在女生的话 这个尿道显示比男生短很多 就平均大概4公分而已 那尿道的附近就是会有一些肌肉啊 还有些结缔组织 那因为我们的骨盆底的这个肌肉 就是肌肉变差了 当然就是跟年龄有关系 还有跟他以前生产的次数 还有他的生活的心态 有关系这样子 那如果有些人他就是会比较 比较伤个比较 无喷嚏 以及比较没有力气 那这些人他就是 硬力性尿失禁的发生的包围线群 那硬力尿失禁 其实就是 物名思义他就是尿失禁的一种啊 那他主要是用 就是发生在这种用力 比如说咳嗽打喷嚏 然后比较用力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漏尿 搬众物 或者是说 那个有些人是他那个刷牙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不小心 就是说到比较深 然后他就有种心的感觉 那时候也会漏这样子的状况 那大概这个词就可以 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硬力性尿失禁 他基本的基转 其实就是下面的这些 物喷嚏的肌肉变得比较没有力气 那我们在用力的时候 因为膀胱受到负压 你这样会来压力 压破膀胱 那正常的话 其实正常的话 你这边的这个尿道的这些开口的 破约肌还有下面的肌肉是可以收缩 然后可以折住你的尿 所以如果你下面比较没有力的话 这些人在稍微用力的时候 他就会漏尿 那其实他的危险因子就会刚刚稍微提过 就是说他如果怀孕很多次啊 或者说体重比较重 因为他负压很大 还有老化黎晶 或者是说一些慢性便秘 或是慢性咳嗽 他常常动动就是要一直用力肚子 或是子宫切除素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一些因子 他这个硬力性尿失禁要怎么治疗呢 那传统的话标准的治疗就是这些 包含就是你要生活形态要做一些改变 比如说便秘啊 这些要尽量的减少 然后开始训练你的骨盆的肌肉排阁运动 或者是说把他的 如果他有一些轻微的脱垂 把他脱垂护胃的话 可能也可以改善 那如果是比较真的是比较严重的话 就建议要做尿道中断的学料数 那这个是才能比较好的改善 他这个漏尿的状况 那不过阴道雷瑟呢 他可以治疗比较轻微的漏尿的状况 主要是因为刚刚有稍微提到 因为我们沾做了阴道雷瑟的时候 他的阴道上瓶其实会整神 这边的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也会增加 所以等于是这边就进了 就是膀胱的下面这个尿道出口附近的 支撑力就变多了 所以他也许就是原本会漏尿的 然后因为打完雷瑟的话 就可以改善漏尿的状况这样子 那进入第三个部分 就是阴道雷瑟到底是什么 那阴道雷瑟它其实长得大概就是这样 它是一个探头 然后就是深入阴道里面 然后我们会从最里面开始一直打的 它这边有格子 然后就是我们不想平时打的话 就是依据这个格子 然后一直从最里面一直往外打 那每次打的话 它就是会一开始这次探头 它会360度等于在阴道整个环中的 所有360度这个角度里面 都会接受到这个雷射的光源这样子 那我们1月买的这个机器是这个CO2雷射 那另外呢 还有额雅各雷射 是也可以应用在阴道雷射这个步骤 那目前研究的话 其实就是这两个都做很多 不过他没有这种大型的比较说 比如说额雅各雷射 CO2雷射哪一个效果比较好 目前并没有这种直接两种的比较 所以目前我们具有毒的所知的话 是这两种效果都不错 都可以达到还蛮好的改善 那CO2雷射它是多长的 所以它的能量其实是比较强的 那这个其实是 就是额雅各雷射和CO2雷射 他们其实在比较早清晰就是用 应用在皮肤科 其实皮肤科他们在打斑啊 还有什么有了没有的 其实也都是大概就是这两种雷射居多啦 那因为阴道雷射居是相对近景的 比较新的东西 但是其实它也是应用这样的 这两个雷射去做使用 那它比较特别是说 因为它也希望可以改善露尿这部分 所以它有两个看透 第一个是刚刚讲的这种360度 就是它治疗整个360度的阴道都治疗到 然后还有一个90度 90度的话就是它是针对 比较是针对露尿的部分 因为它可以打在阴道前壁 那阴道前壁是就是前面再往前 是就是那个膀胱还有尿道的 那比较特别是它还有一个外阴稳缩碳 这个就是打在外阴 因为有些人它是外阴的震动的严重 那这个使用这样的 它有就可以改善这样子 那其实它因为其实这样的雷射 它是不需要麻醉 然后病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 它只会觉得就是有气在 在它的阴道里面打的感觉而已 那而且它的这个热效应也很低 那主要是因为它的设计就是这种 很很很微小的光点的设计 每一个光点大概是200μm而已 那所以它希望说可以打到效果 可是就是热破坏的状况是很少的这样子 那这一台我们买的这一台 就是蒙娜莉莎这台雷射呢 它有一个专利就是它有这个d-plus耐冲 那简单来说就是说 它在每一个雷射公里打下去的瞬间 它有很短很短的时间是 就是能量非常高 可是瞬间它就后面就降低能量 那它希望说在这个很高能量的时候 可以让它表面就是阴到表面快速玻璃 缺乏水分萎缩老化的粘膜 然后后面这个比较低的如何能量输出呢 是可以用比较稳定的这个热效能 传导到比较深处的地方 然后进而刺激我们阴到一些纤维母细胞 胶原蛋白等等的生成这样子 那这个是打之后的就是用20倍的那个引导精 放大我们看到的状况 就是跟刚刚那个卡通谷一样 它打的那个光源的点 其实那个点是非常微小的 但是就是打下去之后 其实是确实你是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的引导就一点一点一点是被打得很短 但它不会整面烧走 它就是这样很多个点 就是可以减少一些热的损害 但是又可以达到好的效果 那这个是用如果是用纤维菌 这就是一些文章下面摘下一个图吧 可是国外他们就是在打之前 把病人的引导切片在纤维菌下看到 因为这些更年期的人 他上皮细胞是变得很薄 这个生染的话就是那个 阴道的那个表皮细胞 然后打完之后呢 两个月后再去做切片 发现说它的那个上部细胞变得厚很多 大概几乎是跟就是这个控制组 就是还有荷尔蒙的女性 在生育年里的女性是一样厚的 所以就是它就是被厂商就号称说 有回春的效果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确实是可以增加一些阴道上皮 就是回复场好像有跟年齐一样的状态 有荷尔蒙一样的状况这样子 那这是当初他们在一开始研发的一些 合作的医师发的一些论 那发现说确实可以明显的改善一些 Burning 就是那个刺痛的感觉 癢的感觉 还有干燥的感觉 然后还有性行为的疼痛可以改善 还有就是阴道的那个 松弃的感受可以改善这样子 那原则上因为所有的研究都是打三次 没有超没有到四次的 所以我们的话就是会依据就是 目前医学有的证据去 去帮病人做就是三次 因为它执行的时间其实很快啊 不需要麻醉 然后是在门诊就可以进行 那时间其实大概 那边写十五分钟 其实我觉得实际上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啦 十五分钟可能是帮他做一些 准备来跟他卫教这样子 那执行第一点就是门诊不用麻醉 那副作用的话是几乎没有副作用 不过有些人是他在打的当下 在外面的地方会有点刺痛 不过基本上都是可以忍受的 然后有些人回去一个几天 可能会有点状出现 那治疗要注意的只有 一周内不要泡澡性行为游泳泡温泉 其他的日常生活是都可以造成 那最后第四个部分就是讲一下 就是他有一些其他的应用 那在这个雷射 因为他喜欢探头 他就有别的应用 那我们知道雷射他就是个光 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热能嘛 那热能就是你把它就是用在这个 那个手术方面就可以当成一个切割的刀子 然后所以其实在北部 他们很多就是医美的诊所 会用这台机型然后做那个 音唇缩减手术的手术 把它当成一个雷射刀再使用 那当然这个就是他好处就是说 他可以出现比较少 然后可以把一些你想要修的地方 修的比较漂亮这样子 然后另外就是说在 这是国外用比较多 就是一些病灶的治疗 包括就是比如说 我看国外文献有一些是 子宫颈有病变啊 用这个去治疗 不过这个就比较不符合台湾的民情 因为我们那些治疗都是有健保脊肤的 不可能再就病人在 又要服务额外以前 用这个雷射去做这些治疗 那另外就是外因的那个美白 因为刚刚讲到一个探头 他可以改善外因的萎缩 那他也可以顺便让皮肤稍微白一点 当然不会说真的白 不过就是可能会差个一两个射击这样子 然后另外就是产后的康复 就是有些产后的女性 他如果说六个月之后 还是有一些漏尿的困扰 轻微漏尿困扰的话 就是这样的蕾射治疗 是也可以改善的还不错 那产后的话 大概就是可以改善他的一些 黏膜的张力弹性 还有就是阴道的一些 因为其实生产的整个过程 就有点跟年齐有点像 他等于就是一年多都没有月经 然后后面有些人就会接着要喂奶 喂奶可能月经也不会来 因为荷膜都被压的比较低一点 所以其实会有一些类似跟年齐的症状 那所以这个肌转也是差不多 就是可以改善咖豆尿啊 然后或是性行为疼痛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就是我稍微讲一下结论 这是这张是结论 就是阴道雷射的优缺点 那优点的部分就是刚刚都提到就是 他主要是希望治疗阴道的松石尿石剂 还有阴道炎 然后可以就是提高组织寒性恢复阴道年轻状态 还有另外优点这个应该是也是病人很希望 他们就是觉得一个很大优点啦 是说不用去手术室 而且时间很快 然后也不太需要 也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 然后恢复期也很短这样子 大概几天后 一个礼拜后就可以甚至就可以新行为 然后游泡腫间可以 只有前一个礼拜不行而已 那缺点的话当然就是说 他毕竟是一个 他只是一个雷射治疗而已 他也不是什么万灵蛋 所以他没有办法说打一次 然后就就是效果很好这样子 他其实是可能还是要打到三次 会打到几个最好的效果 而且他毕竟是雷射就跟我们 医美打的雷射一样 他就是有一段时间 比如说维持了半年 那有些文献说有两年的也有 那可能还是会慢慢的回复成原本的状态 那当然就是不是每个都 获得显著的效果 还有就是说这相对是比较新的一个治疗方式 不过其实大概国外 大概是七八年前就开始了 那但是他长期效果 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会知道 以下就是我的这个报告 那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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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